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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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级了处理器 采用了全新的骁龙870旗舰处理器 它拥有目前业界最高的手机主频 高达3.2GHz 性能强 功耗低 稳定 高效 作为高端旗舰处理器 广受好评 音质上 在小米10pro上非常受欢迎的全对称式立体声双扬声器 我们将它升级以后 放进了此次的小米10s 再加上哈曼卡顿的联合调教 这次带给你的是小米有史以来音质最好的手机 外观上 升级用上了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小米10至尊纪念版的小至尊外观 让十周年县里之多的设计语言和我们对时光的纪念和敬意 在10s上得以延续 我们还为大家带来了三个颜色 黑色 小米10大火的蓝色 和我最爱的陶瓷版质感的白色 小米10s是小米牛年的第一款立作 拥有更强的性能 更好的影音 和更有辨识度的外观 诚意满满 大家是不是也想像我一样赶紧上手试一试 那我就先替大家来用用它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今天我们就换个介绍的方式 一起来更近距离的好好聊一聊这一款不容错过的新品 现在我们已经拿到了小米10s的真机了 大家跟我一起来好好研究研究 先看看外观 我第一次看到这款产品的时候 就被吸引和打动 甚至我认为这是小米10系列最好看的一款手机 这就是我们的小米10s 一共有三个颜色 钢琴一样典雅的黑色 与小米11一样灵动的蓝色 还有这款我个人最喜欢的 像陶瓷一样温润的白色 它延续了小米10至尊版的设计研 在内部它有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小至尊 简洁 精致 同时非常有专业感 拿在手里非常的高端好看 欢迎大家去自己身边的小米之家体验一下 我相信你会像我一样被打动和惊艳到了 屏幕也是非常优秀的双曲面的AMOLED屏 有90赫兹的高刷新率 和180赫兹的高采样率 500万比1的对比度 峰值令度高达1120尼特 还有原色屏和前后双感光的全套高端屏幕体验 所以无论是打游戏还是日常使用 都是非常优秀的高端选择 小米10s不仅长得好看 最重要的升级就是它的旗舰性能 小米10s搭载了骁龙870处理器 这款处理器最近很有人气 好评如潮 也有非常多的朋友在期待这款处理器的手机 主要是因为表现确实优秀 2021年高通采取了双8系双旗舰的战略 骁龙870就是高通8系列的第二款旗舰处理器 这也是高通历史上首次发布双8系的处理器 族舰高通对这款芯片能力非常有信心 骁龙870 7纳米的制程采用了1加3加4的架构 一个A77的超级大核 三个A77的性能大核 再加上四个A55的能效合金 这个超级大核的主频达到了有史以来最高的3.2GHz GPU也比上代处理器有了升级 支持WiCAN 1.1 能非常好地完成游戏里的图形渲染 AI算力也达到了15Tops的超高成绩 总的来说 870是一款综合实力超强的旗舰平台 几乎没有短板 还能平衡功耗 并且在某些你需要极限操作的关键时刻 也能及时顶上 不掉链子 说了这么多 咱们看看跑分 691,172分 绝对第一梯队的性能表现 刚刚说了 有着非常平衡的功耗表现的小米10S 还配备了4780毫安时的大电池 足足满足你一整天的使用 光处理器好 不能叫真旗舰 好的旗舰机 除了旗舰处理器 还得有配得上旗舰的体验 小米10S 旗舰体验样样齐全 LP DD25 UFS 3.0 还有超大面积的VC液冷散热 全都配齐 33瓦的有线快充 30瓦的无线快充 还有10瓦的反向充电 这是标准的旗舰配置 用过无线充电的朋友应该有比较强的感受 在办公桌上放一个无线充电座 平时随手一放充满了 在车上准备一个无线充电器 一边看导航 一边路上就把电充满了 我甚至觉得 现在没有无线充电的手机 都配不上叫旗舰手机 再说说相机 依然是业内最高的像素 一亿像素 有四合一的大像素 还有OS的光线防抖 复杂光线 复杂场景 也有很好的表现 加上经典的四摄全功能相机 长焦 广角 微距 高清主摄 真正的全能相机 我们来看看样片 这是一亿像素拍摄的低头吃草的小羊羔 细节丰富 色彩艳丽 能感觉到阳光的温度 人像的表现力也非常强 小男孩刚从水里出来 后背上的水珠和汉毛 都能清晰可见 这张的色彩表现力非常好 道路 行人 蓝天 草丛 处处都是风景 这是一张傍晚的逆光场景 前景 背景的天空都非常清晰 成像很快 还捕捉到了海水 在礁石上拍打起的水花 最后这张就更惊艳了 长曝光拍摄到的星光璀璨 除了拍照好看 小米10s还擅长拍视频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喜欢用视频记录生活 小米10s拥有8k的电影相机 还有专业的视频剪辑编辑功能 像电影滤镜 实时背景区画 AI 人像 流色等等 可以满足专业创作者的创作需求 还有更多新增的有趣的功能 大家可以慢慢体验 最后来说说我们这次最最重要的升级 音质升级 小米10s拥有完全对称的立体声音效 毫不夸张的说 这是我听过音效最好的手机 非常震撼 细腻丰富 有层次感 立体声的音效 让人瞬间沉浸 被旋律的音场包围 去年发了小米10 Pro 大家对它的音质都赞不绝口 DXO音频榜单第一名 霸榜超过300天 今天的小米10s的音质 只能说有过之而物不及 我们不仅采用了全对称式的双1216的发声单元 振幅还升级到了0.7 加上哈曼卡顿金耳朵升学团队的联合调教 小米10s 拥有了比小米10 Pro 更出色的音质表现 话不多说 我们来听一段音乐 我这么放 让你们可能感受不到具体的这种震撼感 我们再看一段对比视频 对比小的颜色 还在这种震撼 对比小的颜色 最大颜色 来开眼前 是用闪着的 最大颜色 大颜色 对比速是小颜色 大家觉得怎么样 我是觉得非常不可思议 第一次听小米10S播放的歌曲 我甚至怀疑声音来自音响 而不是手机 小米10S的非凡音质 得到了DXO Mark的认证 拿到了DXO Mark音频第一的好成绩 继小米10 Pro霸网300多天以后 小米10S成了新的音频包杆 尤其是小米10S卓越的外放能力 更是史无前例的强大 也当之无愧成为 小米有史以来音质最好的手机 还有更多优秀的功能 没法展开给大家细讲 欢迎大家去小米之家亲自体验 怎么样 这就是我们小米新年的第一份见面礼产品 大家还满意吗 我们再回顾一下小米10S 它完成了对小米10的荣誉升级 我们可以跟小米10做个简单的对比 它拥有比小米10更高贵的外观 更新更强的旗舰处理器 更快的充电速度 支持无线快松 一亿像素全能四射 还有超级震撼的对称立体声音质表现 堪称音质最好的手机 小米10S的售价是多少呢 小米10发售价格3999元 发售一年多的时间 最优惠的价格是3399元起 我们的小米10S售价直接定为3299 除了8加128的版本 我们还有8加256和12加256的版本 供大家选择 现在已经开启100元预售 3月12日早10点首卖 在首销期 我们还有12期免期的活动 那么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礼物 在首销期内 只要购买小米10S 就送立式风冷无限充 价值199元 非常划算 大家抓紧购买 我们也希望 无线充电 这样用过就回不去的功能 能被更多的人体验到 欢迎大家到小米商城 小米之家 及各大我们合作的线上 线下销售平台进行选购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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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